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俗语优 说一样米 养百样人 其实怎知道 近年来新品种的人类多得离谱 大家也听过最近的事 吃炸薯条和烘焦的面包 多士也好 吃了会生癌症 这些事很多人都知道 不过有时好吃没有法治 你会说不吃就罢了 有饭吃 你以为我死吗 今天报章是白纸黑字 报章是传媒 说吃米会生癌症 你死了 据我所知 大部分亚洲人 有些不吃米不吃饭 会死的 薯仔和多士 弄到洞 会有一种化学物质 叫做acrylamide 要经过研究才有发炎 是会导致生癌症 会导致生癌症 原来米有种物质 叫做acenic A-R-S-E-N-I-C 不要问我中文怎么译 我真的不懂 报告说问题是在于你怎样煮 很多人会问我 用电饭煲煮有没有问题 我想99%的人在家煮饭 都是用电饭煲的 我今天回答不了你 因为未经研究 这就是我们俗语所说的 吃多少穿多少 是静定的 经过我少许初步 这种叫做acenic 也不是洪水满兽 无论食物是质素 或非质素 也不多不少是有acenic 总而言之 正式的研究结果未出来 不要吃太多淀粉质 也可以 薯仔 面包 米 细节 我就不说了 香港人 其实 不是很怕这件事 老实说 有食 不用怕 琴流感 一样大多人上大陆去 买活鸡 买都不止 还偷运下来 其实我说了这么多 都想和你们提一下 Donald Trump上星期 开第二个记者招待会 上任以来 整个记者招待会 是骂那些传媒 骂那些记者 向记者挑战 说他们全部都是假消息 fake news 有个记者 有个记者起身问 今次关于白宫的官员 和俄罗斯的官员 沟通 是真的消息 不是假的 这件事 我想在这里说一下 Donald Trump 为何说他们fake news 他其实说 消息是真的 但消息根本不应该 洩露出来给你们此其一 而此其二就是 你们所有的fake news 是视乎你们在报章登出来的时候 用不同的口吻和语气 他英文是说 the tone of the report 是完全是侧向一边 是煽动群众 是对我有憎恨 对我所有的官员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偏向一方面 是觉得是不对的 那种语气就影响到 所有市民的想法 在心理上 好像刚才我说的 吃米会生惊是一个大字标题 是否也会吓死人 你不怕我也怕 老实说 但是 是视乎 你是否将 研究结果放大 而不是将 吃米会生症症 这些传媒 为了宣传 为了吸引读者 为了其他理由 而执行一面 将一件事 不是那麽大件事的事 而将它放大 令到群众看完之后 但人们会反对这个真实的消息 所以 他说的是没错 各位在香港想想 有什麽报纸经常都是这样 客不死人就势不忧 不是说他是 将假消息放上去 而是将新消息 然后加上他们自己的 语气 口闻 影响 煽动群众 关于特朗普所说的fake news 包括很多 全部被民主党买通了 8年以来 奥巴马 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NBC News ABC CBS 及我们经常看 金融时事的CNN 全部都是一面倒 所有他说出来的 一路由他 参选到当选到现在 上任 都是 完全不给他面 是完全 煽动群众 反他 不仅是美国 全世界都是这样 所以 今天的根据 真的 假不了 假的 真不了 OK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